什么叫做偷盗 先把这个偷盗解释清楚了 我们对这种行为产生断除 就是不偷盗 好 我们看讲义 请和长 不与而取他物 名为偷盗 凡有主物 不得道心固取 若自取 叫他取 方便取 奏取 因记取 迷惑取 狂取 抵债不还 偷税 冒度等 令前人失误 并名为道 好 我们把偷盗的定义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什么叫偷盗呢 历上说不与而取他物 就是说 主人 没有答应给我们 但是我们用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夺取 夺取什么呢 是他人之物 是有主之物 那么这个 非法的夺取 在历上呢 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偷取 私下偷取 第二个是骗取 用种种的欺诈的手段来骗取 第三个是盗取 公开的去夺取 三种 那么这三种呢 我们看下一段 凡有主物不得道心固取 这以下呢 这三种的情况呢 在历上开出了十种的差别 我们先看第一个 弱智取 就是你这个偷盗的行为 是自己亲自去盗取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没有去做 你叫你的 朋友 或者叫你的属下去做 叫他取 那么他去做了以后 你也换盗件 因为你是 你叫走他去做的 方便取 方便取呢 在这个 历上说呢 是财务自来 方便夺取 这个东西自己来的 比方说你家突然间 门前出现一只小狗 他自己跑过来的 你看他很可爱 你就把他 偷偷抱来养 犯盗件 如果他是有主物的话 虽然他自己过来的 但关键是他是有主物 这叫做方便取 奏取 这个现在可能比较少 印度的时候 他这个是印度 他有一种奏叫 启师奏 他去 进这个兵仪馆的海葬茶 火葬茶 去找那个刚刚死的尸体 这个尸体还没有完全坏掉 那么他用咒术 召请鬼神 就住在这个尸体上 那么由这个鬼神 来应用这个尸体 去帮他做 偷盗的行为 那么这个鬼神 跑到这个身体里面去 去换的偷盗 你 那个持咒的人 换盗件 叫奏取 应既取 别人要到其他地方去 他把钱 交给你两千块 回来就说 我先回来 你两千块还我 没有啊 你当初给我一千块而已 那么你就是这样子 因为受别人的这个寄托呢 而占有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占有 这个就是应既取 迷惑取 迷惑取就是你用种种的欺诈的言词 来使用对方产生迷惑 那么借这个时候来骗取 用言词来骗取 叫迷惑取 那么狂取 狂取就是诈述了 前面是用语言 这个是用诈述了 像金光党 他拿一叠钱啊 第一张一千块的 最后一张也一千块的 中间都是白纸 这个就是诈取 狂取 用诈述来骗取 抵贷不还 你欠别人的钱 你不还了 要钱没钱 要命一条 诈取 抵贷不还 偷税 那么你只要在一个国家里面 你没有如法的报税 你就是换了道歉了 冒度 冒度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假借他人的名义 来获取利益 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你假借他的名义 来获取 那么跟他相关的利益 这第二个呢 这些是一般我们现在说的使用种种 把它引申出来就是使用盗版的软体了 这个都叫冒度了 那么以上十种 使令只要是让前人失去物品的 并名为道 这个在律上 广泛的讲出 偷盗的十种相貌 那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就是有主物 有没有换道界就是 这个到底是有没有主人的物品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个有主物是很重要的判断 有主物呢 把它分成三类 在律上分成三 第一个是三宝物 三宝物啊 它是共佛 共法共生的 特别是道场里面的东西 有很多是三宝物 只要是佛教共修的团体 比方说翻床 是供养佛陀的 这个属于佛物 比方说金架 盖金布 扶持 这是供养法宝的 这属于法物 那么有些是供养大众师的 叫生物 那么这三种物呢 都是有主物哦 佛陀你不要以为它灭度了哦 佛陀的东西也是有主物哦 法宝 虽然它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人 但是只要是这个信徒 是发心用来供法的 也算有主物哦 也是有主物 那生就不要讲了 生团供养大众师的 更是有主物 那么这个三宝物呢 它有三个重点 道之 结罪特重 第一个 体通十方 因为这个三宝物啊 是来自于十方的供养 所以你这个 偷到三宝物啊 你是望十方众生结罪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啊 这个葡团 你也可以用 它也可以用 任何人都可以用啊 所以你这个 犯罪的对象太广了 你偷到了一个生团的葡团 你跟十方众生结罪啊 这个债就还不起了 你偷你隔壁的东西 你是欠它一个因言 你比较好还 因为它来生不见得会跟你相依啊 但是你偷了三宝物啊 你是欠众生所有众生的债 也还不起了 因为它体通十方 这第一个 因为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用 第二个 众生的会命所益 三宝物呢 是给大家来修行用的 每一个人在这个三宝当中呢 用功啊 它法生会会增长 你盗取的三宝物 使令众生在休闲当中有障碍了 你看到那儿就要补党不过用了 这本来是有传番的庄严 你把它盗取了就不庄严了 所以你就直接影响到众生的会命的真伤 那这个就问题就严重啊 就占道了 你占别人的道 这第二个 众生会命所益 第三个是 亲近心所成 每一个人供养三宝的心 都是很虔诚的亲近心 所以亲近心所成就的东西 你竟然用染污去偷取 那这个也是很严重 因为它的过程是亲近心 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有钱没钱 每一个人都是省吃俭用 把自己的钱用来供养三宝的 所以它这个是 你障碍众生的发心啊 所以道之结罪得重 这个三宝物 这第一个是有主物 第二个是人物 这是一般人 这个是某一个人 当然是结重 结重的话就是上品不可悔罪了 那么非人物 非人物 非人是什么 我们解释一下 在律上所谓的非人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鬼神 第二个畜神 这两种情况叫非人 它不是人 那么非人物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有主的 忘主结重 它是有主人的 比方说你看到一只小狗 这小狗的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金色的项链 你把这个小狗的项链给偷过来 那么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 这只狗 如果是一个野狗 没有主人的 你忘这只狗结青 因为它不是人嘛 那么你是犯亲罪 如果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忘主人结重 这样懂吗 就是看这个动物 你把它偷过来 这个动物到底是有没有主人的 只要有主人的 你就不是对望这个狗 因为这个狗是系属于主人 所以你是对望主人来结重 如果这只狗是一只流浪狗 你把它偷过来 那没有主人的 那你就对望这个畜生结青罪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非人的情况 让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刚刚 非人就是说 它是供鬼神的 比方说放蒙山 放蒙山到场准备的东西 还没有供鬼神之前 这有主物 属于人物 甚至属于三宝物 所以放蒙山之前 你偷东西 犯中 那么如果说这个蒙山 已经施食给鬼神了 属于鬼神的东西了 你再去偷放弃 因为你这个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东西 布施给鬼神了 你再去偷 望鬼神结青罪 但是没有放蒙山之前 属于人物 或者三宝物 它就结种 所以这个有主物 基本上就三种 你把这三种弄清楚了 你大概就知道 它的状况 好 我们再看它的机缘成犯 那么要过成一个道戒 要有六种阴眼 我们前面 根据医学师定论 把这个犯戒的阴眼 分成三大类 异乐 家型 究竟 先看他心中的异乐 异乐有三种 第一个是掏 就是有主物 简别他不是无主之物 第二个 他误想 你心中很清楚 他是有主物 那么简别你不是在一种 无知的状态 你是很清楚 知道他是有主物 第三个 起道心 简别你不是占用想 你不是说 一时情急 暂时使用 你是要把它做一种 侵占为己有的心情 那么这个时候 就形成了心中的异乐了 已经有犯罪的动机了 的第一种情况 他误想起道性 第二个 你采取的 牲口意的家型 就是采取行动了 心方便 方便我们前面讲过 你是用偷的 用骗的 用抢的 这个都是属于 偷盗的方法 方便 第五个 值五钱 这个值五钱 我们待会再来说了 这个就是他的价值 在五钱 以上 这个是家型 第六个 究竟 这个 犯戒的情况 要把它照严满 一定要 离开本处 离开本处 在律上讲出一个公案说 所有个人 他去偷牛 他晚上去偷牛 他把旁边家的牛 偷到他家里面来 后来他天黑之前 他想一想 不对 这个是偷盗戒 他又把这个牛 又送回去了 所以 对他 旁边的人来说 他看到牛还在 我问你 这个人 有没有换道戒 换道戒了 因为他已经 他悟 他悟想 起到心 心方便 直五钱 关键是 己离本处 他已经把这个牛 他四个脚 都已经动了 你后来 把他换回去 那是后来的事情 你的道戒 已经成立了 你不但换回去 你还要忏悔 因为你的罪业 在心中 已经成就了 这是造就件 所以这个己离本处 是判断 这个犯罪 有没有完全圆满 要离开本处 那么现在 整个道戒 最难判断的 就是五钱的问题 我们看下一段 犯罪轻重 那么 道取套物 值五钱以上 上品不可悔罪 这个是重罪 而取相参 道取套物 值四钱以下 包括四钱 中品可悔罪 道取套物 在三钱以下 下品可悔罪 所以他这个道戒 他的轻重 除了有主物以外 他完全看着价值 这个五钱 这个概念 我们先讲他的延起 我们再说明他判断的方法 道戒的延起 是这样子 佛赛寺的时候 有个比丘 叫坦尼加比丘 这个比丘 他一开始住在僧团 住了几年以后 他离开僧团 到山中独住 独住 他就用这个草 把它结成一个草棚 住在一个草棚 那有一天 他脱波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草棚被拆了 被人家拆去烧火了 没地方住了 那么这个 坦尼加比丘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 是做这个陶瓷的 烧陶瓷的 所以他就 他想说这个草棚 不坚固 他就找了很多的石头 把它捏成一个房子的样子 然后把它烧成一个 陶瓷的房子 外面再把它漆成红色的漆 那么漆完以后 就很庄严了 佛陀就明知故 说在眼的地方 看到这个红色房子 就问比丘说 这是谁的房子呢 他说那坦尼加的房子 他以前的房子 是草棚被人家拆了 所以他盖了一个坚固的 陶瓷的这个房子 佛陀说这个房子太豪华了 不相应于比丘之法 叫比丘们把它拆了 所以这个坦尼加比丘 拖不回来的时候 他的陶瓷的房子被打破了 他也没东西住了 他心想 草棚的房子不坚固 陶瓷的房子太豪华 他就取其中道 干脆用木头做一个木屋好了 那么他就跑到 这个国王的树林里面去 他跟看护人说 他说国王之前有 答应给我们树木的 我们要取这个树木来盖房子 那么这个 看本人是认为比丘不妄疑 说国王答应你好吧 那你就随便找吧 那么他就砍了几棵树 就盖起了房子 盖完以后呢 国王有一个官员 是专门监督这个树林的 他一看 这个树什么少了好几棵呢 什么人说某某比丘把他砍去做房子了 说国王答应的 那么这个官员就报告给国王 国王说我不记得有答应 谭尼加比丘 他就把这个比丘找过来 说我有答应你吗 他说国王你还记得吗 你登机的时候 你曾经跟国家宣布说 凡是我的国内里面的任何比丘 要使用任何物品都是可以的 你说过 那国王说 我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针对无主物啊 只要是没有主人的东西 你在山上树上 你随便捡东西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是有主物啊 这不是我的本意啊 要产生误会了 所以国王就不高兴了 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佛陀 那么佛陀呢 知道了以后呢 就当着国王的面 把比丘召集起来 就赐了这条道解 凡是有主物 不得道心故取 那么赐了这条解以后呢 比丘就问了 那么到底这个重罪的标准在什么呢 佛陀就问这个国王 说你们国家里面 犯几钱是死罪 那么这个国王说 五钱就是死罪了 所以佛陀就根据国王的这个汇报啊 就制定以五钱为一个标准 这条解的延期是这样来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五钱的判定 那么这个延期 从这个延期啊 历代的律师 就两种判法 第一个 从事项来自见 就是 既然佛陀说五钱 那就是五钱啊 佛陀的金口不可改 那么 就随你国家的五钱 就犯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五钱 王舍城的五钱是 南转比就的开会是 达到共二十块美金了 那么二十块美金就不多了 哇那这样子的话 五钱很容易破 那这种说法 赞成的人不多 因为比较不合理了 你不能够说他偷了二十块美金 你就把他判到说破根本 那这个破根本是很严重的 涨到的 那么第二种说法是从议判 第二种律师认为说呢 佛陀当初在智戒的时候是亲口 我询问国王说 犯几罪是死罪 所以佛陀是参考国王的说辞 而判了五钱 所以从议判的第二种律师 是认为说啊 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 你犯几钱是死罪 那个就是五钱 你在美国 看你哪一周 你哪一周 这周里面 你到的多少钱是犯死罪 那个钱就是五钱 谁在你的国家里面 犯几钱是死罪 那个钱就是五钱 那么这种说法比较合理 是吧 也合乎当初佛陀智戒的时候的一个相貌 所以一般来说啊 诸位 我们不能够随便用五钱 用二十块美金 就判他是断头罪 这有点不合理的 太过了 所以这个盗罪的判罪要注意啊 杀人命断 这个死罪 这个是断头罪 这个是合理的 你到了二十块美金 这个 这个是不能够判重罪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啊 比较合理的判法就是 以当时国家的法律 他制定几钱是死罪 那个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五钱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 盗戒的一个亲众的判罚 我们看盗戒的开言情况 有六种情况 那么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那么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用的情况是开言的不换的情况 先看第一个 以吉祥 那么你 自己认为主人已经把这个东西给了你 那么事实上是没有 就是你心中产生的误会 所以你在造罪的时候 你心中没有当有主祥 因为你认为 对方已经把它送给你了 那么这种 是不换的 因为你不知道说 他还是有主物 第二个 吉悟想 你认为是自己的东西 比方说你这个参加华会以后 你冲冲把马要回家 你看到一双拖鞋跟你长得很像 那你就错认为这个拖鞋是你的 你当时是真的这样想的 不换 因为这个是 你真的当吉悟想 第三个 清后想 树香清后 温我幼时 其心欢喜 这个就是说 他买了三个苹果 放在客厅 你去的时候 他刚好不在 也说我们是好朋友 你就拿苹果起来吃了 那这有没有换道具呢 看交情 看交情 他跟你没有交情 你自己认为清后 这不是这样子 他关键就是说 他知道你用了以后 他不但不会生气 其心欢喜 是这个标准 这个交情 他看到你吃了他的苹果 他不但不会生气 还起大欢喜 不换 这是清后想 但是例上说 你使用过以后 事后要告诉对方 即便是清后想 事后要告知 第四个 再用想 不久 集还本主 你刚好去 去一个地方办事 你没有带笔 桌上有一个笔 你暂时借用 你没有要把它 侵占为己有 暂时借用 用完以后 马上归还原主 不换 再用想 无主想 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看地上有一块石头 你认为这个石头 是没有人的 不知此物 有人戏属 不换 因为你心中 真的做无主的转想 第六个 狂乱坏心 精神错乱 这条界 所有的五界都不换 精神错乱 这个道界 其实这个五界的问题 它的问题 当然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增长罪业 第二个就是破坏三根 这个增长罪业 它的问题 来自于这种 业力的辗转增盛 因为它这个业力 我们讲过 你业力照了以后 你的心 它是跑到内心去了 所以它 种子起线形 造业 业力 线形又心种子 业力又牵动了内心 所以心力跟业力 会辗转的作用 辗转作用 所以你学完这以后的最大好处就是 你可以及时忏悔 你马上透过你的借题 因为你安住道法 用道法来关照 马上发现问题 那么早点解决 我们讲一个 经论的公案 给大家做参考 有关道戒的 有一个阿罗汉 在山中修行 他本来住山洞的 那么他住山洞的 这个阿罗汉 他除了每天打坐以外 这个阿罗汉 很会唱歌 他经常把他所觉悟的道理 用歌声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他 一天当中 他有一天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 走出山洞 唱他的 反背 那么有一天 国王去打猎的时候 听到这个国王 那个阿罗汉唱的反背 特别的美妙动人 他就寻声 找到阿罗汉的山洞 就说你老人家 是不是慈悲 能够回到我们宫殿 给我来供养你一个机会 阿罗汉就点头 点头大应了 他就随国王回到宫殿了 那么国王经常事情很忙 忙完以后 心里烦梦了 就把阿罗汉师父请来 请师父为我唱一曲 那师父就唱一首反背 唱完以后 在国王就心开意解 就很舒服 那么有一天 有一个大商人 这个商人做买卖的时候 经过这个国家 就供养这个国王一些珠宝 那么在供养完以后 这个国王就很高兴 你既然供养我 我要有所回馈 就请他阿罗汉师父出来 那么就 就请这阿罗汉师父 也唱一曲 给这个商人听 这商人听得非常欢喜 他说你这个师父 是不是可以布施给我 带回家去 供养 国王说不可以 我每天心情烦闷的时候 都是他唱歌给我听 解我的烦闷 他说我出一千斤 他说不可以 两千斤也不可以 那三千斤 好那三千斤可以 带回家 那么这个商主 就用三千斤来 就把这个阿罗汉 请到大家供养 供养他听完以后 他觉得 哇这个阿罗汉 真的很会唱歌 你每一次听完他唱歌 就是觉得 身心舒畅 他有一天 就跟他师父说 他说 师父 你要感激我 你可是花了我三千斤 才请回来的 阿罗汉说 你这样讲是不对的 你三千斤 你不是来 帮我买回去 你是还债的 他说怎么还债呢 阿罗汉说 过去生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两个好朋友 我们去买一个东西 结果钱不够 欠了三千 那么你不够钱的时候 我在旁边 我就要替你做宝 结果你事后 你这笔钱没还 把我也欠了下去了 那么当初的三千 转转真胜 到现在转成三千斤 所以诸位要知道 你现在偷的钱是 偷的是几块钱 但是你还的时候 不是几块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因为断相续心 因为你的心 只要是没有忏悔 他的心会不断的 恋恋的相续 你睡觉的时候 那个恋头 也在辗转深深 所以 你做了业了以后 这个业 他跑到内心胸去 只要你没有忏悔 他就像水流一样 他慢慢增上 慢慢增上 所以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要及时忏悔 来使令这个业力 变成一种种子味 我们看最后的食犯得事 我们看犯罪的过失 跟持戒的功德 先把这个念一遍 请合掌 毁犯盗戒果报 三图果报 余报 一贫穷 二贡才不得自在 持不偷盗戒果报 得生人天乃至佛果 余报 一知才饮吉 二不忧损害 三储重无畏 四身心安乐 我们先看犯罪的过失 那么犯罪的过失 当然如果这个业 是造得很重 犯到根本 而且是硕硕现行 生生耗耀 那么这个罪业的力量 会使令我们 堕落到三二道去 那么从三二道出来以后 还有宜报 第一个贫穷 就是说 虽然你很努力的赚钱 但是你有这个盗戒的问题 你总是觉得 这个钱留不住 总是会有一眼 把这个钱给 留失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共财不得自在 你真的赚到钱了 但是你这个财不坚固 有五家共有 有五种情况破坏你的钱财 第一个盗贼 把你偷走 或者把你骗走 来自于把你抢走 第二个水灾 第三个火灾 第四个恶国王 这种有强大势力的官员 第五个是不孝子孙 你生了一个败家子 共财不得自在 那么这个是盗戒的遗报 我们再看持戒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 从短暂来说 得到人生 从长眼来说 乃至于慢慢的欺向于解脱道 乃至于成就佛果 那么他的遗报 资产盈基 我们的金钱 就能够很坚固 慢慢的累积起来 不会流失掉 第二个 不有损害 你不会害怕 受到外在因素的因缘而产生破坏 第三个储重无畏 因为你没有换托道 所以你心中坦荡荡 不怕别人怀疑你 第四个 身心安稳快乐 你不做灰心事 身心安稳 这个道戒 我们再讲几句话 道戒是很容易换的 尤其是现在 首先我们要进入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持戒的时候 你要先有心理建设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安住道 才能够修法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道版的东西了 那么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说法 那么 我们一个人做事 往往在一念之间 首先你要 在你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人生的快乐 跟钱 没有直接关系 主位你要知道 佛教他追求人生 他不谈龙华富贵 他叫做离苦得乐 你慢慢体会 你因为道戒 可能暂时会增加你的钱 但是你不一定快乐 因为你造了罪业 你最好把人生的一个观念记在心中 就是善业是创造安乐的果报 罪业是创造痛苦的果报 你这句话最好经常放在心中 你会快乐 是因为有善业 不是说你多了这几万的美金 不是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所以 所以人生是个取舍 你觉得钱重要还是快乐重要 关键在这里 我们先不谈来生的堕不堕落 就是说 你得到这个东西 没有让你快乐 并没有让你快乐 在古书上讲出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也值得我们深思 说在扬州 有一个大富人家 大富人家 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生了两个孙子 很可爱 大富人家是做什么事 做南北货买卖 从北方买到南方 把它卖掉 然后再从南方买东西 到北方把它卖掉 赚这个差价 所以在他们家是三代同堂 那么老人家临终之前 他把他儿子叫过来 他说我现在 这个病治不好 我临终之前 要交给你一个传家之宝 他就 从这个库房里面 拿出他的衬斗 他说我这个衬斗 是做过手脚的 我交了水银在里面的 所以呢 我每一次称东西的时候 看起来都比原来重 所以我的财富就是这样 积极起来 他附近临终之前 就把这个衬斗 交给他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 是读圣贤书的 他知道 哇这个是不得了 基山之家必有一庆 基布山之家必有一样 这个家庭要遭殃的 所以他赶紧就把这个衬斗烧掉 他不敢用 烧掉以后 他就跑到寺庙去向天神 祷告 他说我父亲做错事了 我现在向他畅委 我把他烧了 我从今以后 我不再做这种亏心事 我要正直的做买卖了 那么这个儿子 把这个衬斗烧了以后呢 没有多久 他两个儿子死掉了 那么这个儿子就很怨 他说我做了善事 为什么会遭此灾难呢 他要跑去跟天神哭诉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天神在梦中就出现了 他说你们家的富有 跟你爸爸 做这种投机的行业 没有关系 你爸爸的过去的善业 他本来就该富有了 但是他做了这个善业以后 他召感了两个败家子 就是你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本来应该长大以后 把你们的家长都败光了 他才会离开的 现在你改邪归正了 所以你的应言改变 这两个儿子死掉了 你不要着急 你好好的坚持下去 你后面还会生两个儿子 这两个是闲孝儿子 是来报恩的 他后来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 都做到惯了 所以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应地 当你人生面临选择的时候 外境比较重要 还是内心比较重要的时候 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要牺牲外境 保护你内心的善业 我再讲一次 外境是一死的 你的内心是永久的 你死亡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 这个吸纳的业 是冠状到来生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理官 才有世修 就是为什么你要先 要有心理建设 要先有心理建设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其实杀到淫忘 这四个都是在生活中历练 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观念 内心的善法 比外境的物质更重要 这个地方你要永远记住